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的 于老师那是个女侠 你知道吗 你大家都不了解 他练过喷针 据说 对那是因为我 我一直 那个陈平原老师说 千古文人侠科梦 我从小就觉得 要是这辈子能成一个邪派女侠 没错 这是一个人生很高的 怪不得你这么能喷针 因为正派的里面 这个你看到过有几个女侠吗 女侠基本上都是邪派中才融入 李莫愁什么的 没超风还是 没超风那个练的成本太高 九阴百股场就算了 我后来是看到 因为我觉得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的功夫 我都练不了了 主要是他们那个都是从小功底太深 而且呢 还是那种情怀天下 就是他是上辖胜于上武 后来我就退而求其次 看古龙里面的吧 也学不了了 因为他们都出见太快 都是刀光一闪 对方已经倒下了 一见封猴子那种 就像那个郭德纲 郭德纲那相声说的 他的剑是冷的 他的手是冷的 他的人是冷的 这算是洞上 可以的 你说古龙这个没地儿学吧 最后呢 我又退而求其次 发现温瑞安 写的这个四大名谱 就是我觉得吴晴这个人 你说他又是名谱之首 然后他从小被人挑断绞筋 就是废坐 就是跟今天坐着轮椅出来似的 然后呢 敌手劲的时候 使不出别的功夫 可以喷针 我后来想 你说我习武也晚 他多能喷 他在中央电视台喷变了 全国人变 我后来想想说 我就学一学这个吧 文道呢 你对这个金庸 我觉得 当然很多人会挑金庸的策儿 对吧 尤其现在就是 你知道凡是有大名的人 都会成为被针对的对象 我觉得不一定是坏事 就你批评一个 纪念碑士的人物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你要看清楚 金庸留下来的影响是什么 这我一直很有兴趣 为什么 因为我在香港 比如说跟一些 或者台湾跟一些学术界的朋友聊天 你会发现 他们莫名其妙的 把整个金庸的江湖 套在了他们世界里面 随便举个例子 你看张武昌 张武昌呢 最喜欢说什么 当今天下经济学家 有五大高手 钟神通就是谁谁谁谁 这么样来说话 然后呢 有是不是做学问的人 彼此批评 他这人 他念那算什么 那是九阴白骨枣 真正的这个内功 九阴真经 他都没学好 没掌握好 只能学这个旁门左道 就把整个金庸的世界 用来理解我们现实的生活了 而且把这个功夫 理解为就是做学问的功夫了 就学问的功夫 有一些叫做 划拳锈腿 有些就叫内功 这么来分的 所以金庸是留下了一整套的话语系统 我觉得金庸先生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什么呢 就是他开出了一片今天文人心中的江湖 所以刚才文道老师说 他给的一个话语体系 其实现在我们经常谈论什么 谁是东邪 谁是西毒 就是他变成你的一种表述的方式 也就是说金庸的话语已经成为一种新民俗了 他进入我们的使用体系之中 更重要的 我是觉得他圆了很多人的梦 你想一想 从文人从古至今 其实真正的武侠都是文人笔下的侠客 所以 写什么 写什么 最早的时候 我觉得武侠小说的始祖应该是司马迁 你别看说24时 对 24时把史记奉为之首 但其实里面演绎的东西 远远大于像班固汉书那里的真正的史证的东西 最近有本书叫逝去的武林 我觉得这是我 讲40年代中国习武之风的 这个是我爱的调调 怎么说呢 我呀 就是缺什么 找什么 其实我小时候从来不敢打架 但是呢 我小时候练武术 我练过 我会少林十三抓 你现在还能抓吗 抓 招招都是下伞 对女的没用 就是先喝摘桃什么的 什么都不好练 你这是江湖小贼 大红拳 小红拳 我都练过 而且我这个人跟这个武师有缘分 你和比说原来经常跟那个小黑哥 科手梁在一起玩 他都不算真正练武术的 你包括我的这个好朋友赵文卓 对吧 我就莫名其妙发现 我跟很多知名不知名的武术界的这个人 很容易交好朋友 那么我看到这本书 就是逝去的武力 讲1934年的求武济世 呈现出来的跟武侠小说 这文人虚构的完全不一样 真正现在武术都都是变成跳舞的武术了 那个时候是有真玩意儿的 然后呢 这个这个老人叫李仲轩 当年行义门的这个传人 我跟你讲 这个他呈现出一个什么世界 我给你看看一个照片 就给我那么一种感觉 你看这个照片 就是老头 你知道吗 穷乌露相之中 就这么一个瘸腿老头 龙行搜骨 我就觉得这种 给我一种特别的感觉 你比如他里面讲到的很多东西 据说曾经在网上连载 内行人一听 就知道这老头说出了很多这个窍门 怎么讲呢 他当年跟他的这个老师 上云祥唐维路承诺过 就说我学成了 我不收徒弟 真的就不收徒弟 一辈子也没靠武术吃饭 远离这个武林了 北京一店起商店什么 他看门老头 就这么一人 他老了 口述 这个就说说说说说 你比如说哪些东西 咱们觉得特别有意思呢 你看你这文人就有意思 他说全是炼出来的吗 不是 跟你们说那一样 全是悟出来的 悟出来 就是说诗人看见风景 自然会有名剧涌上心头 练这个行意 这个练功的过程 其实是个找感觉的过程 就是行与意之间的结合 找感觉 砰砰一下 你开窍了 你就过一道关卡 甚至有的时候像说禅宗的参话头 比如说他的老师 上云祥 就特别是说给一句话 一句话就明白 比如说他哪站桩 左右不得其锁 老师在旁边会观察 观察就问他一句 你抱过女人吗 你抱过女人吗 一下子他就通了 就是说 你像你初次抱女人的时候 你是用全身在听 用全身的细胞在听 那么一种感觉 而且你说他这个 特别有意思的是说 三四十年代 日本鬼子入侵 你说中国武术界 兴起过一个潮流 中国武术界那个时候 全民都在想办法 要强国强种 于是武术界发明什么 都在研究 我如何用简易速成法 教会我们的军队 跟日本鬼子拼刺刀 我记得倒不是他了 我记得上海一个武术家 当时就曾经这样 中国人挺有意思 那个时候说发明一招 所有的是多少军的 跟日本鬼子打仗的 都学这一招 就是咱是拿大刀片的 日本鬼子拿刺刀的 就是 就这一下子 这一下子融会了 武术中的某些东西 为什么 你日本鬼子拼刺刀 这个枪不是这么对着你吗 对 一磕 把他枪磕开了吧 顺着这个枪的 这个棍子 插一下削他的手指 所以要唱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因为大刀最好使 文涛你说的很有意思 你说到这个用刀的时候 我就想起来 现实中的武林 可能是用刀最实用的 但是你看文学中的武侠 用的都是剑 因为什么呢 因为剑比刀更审美 对 一个人背着大刀出去 那就是大刀记 写的真的是抗日的故事了 但是一个人 仗剑远游 辞亲去国 这写的不是一个武人 这是李白 15岁 这个出去的时候 所以其实中国文人 一直有一个梦 就是所谓 书剑飘零 对 一间有书 一间有剑 这样的话 孝傲江湖 行走于整个山水之间 我觉得这是一个审美过程 其实它跟实际中的 这个功用是两回事 不要看低我们的武术 现在很可惜 没落了 照这个李仲轩老人讲 练行义 它属于内加权 跟诗人画家的道理 都是相通的 是啊 练好了之后 比如说王羲之说书胜 这种书法的 这个行义 是这个义 他说应该能够 越练皮肤越好 甚至越练 这个人的智力 都会有提高 所以你看张艺谋 为什么在英雄里面 写赵国最后学书的书馆 被攻破的时候 就是行武与书法之间的那种关联 其实我是觉得 中国的很多 就是文人默克 跟武人之间 有一种默契的精神关联 就是在审美的层面上 武侠与默克 永远都是可以打通的 其实人人都有一个心中的江湖 所以结果变得就是中国的武术 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确对修身养性很有帮助 用剑也是很好的一个审美观 但是在实战上面 他有时候就会有一些缺陷 你比如说剑这个东西 其实剑在实战上面 坦白讲未必如刀 对 未必如刀好用 所以你看剑到了日本之后 唐朝传过去之后 他们又开始把它变成又像刀 虽然他们还叫剑 但其实那已经是刀了 对不对 那么可见这是一个实战的倾向 但是实际原来是非常实战的 而且你听他讲的这个道理 我觉得练武的人我很佩服 当然现在可能少有这种人 真正练的中国人练的是什么 对劲的敏感 劲跟力很不一样 你看你比如说表演法和打法是不同的 对 打起来可能相反了 打起来是什么 首先勾着你 然后万跟上去 肘跟上去 肩跟上去 整个身子跟上去 文涛我现在 铺着身子打人 我真想让你打他一顿 因为我认为你就是纸上谈兵 我跟他只能来这少林十三抓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要有什么 从你的真相说起 刚才文涛说 你好的是武的真相 其实我好的是武的审美 有的时候 真善美在现实生活中不是统一的 真与美是冲突的 求真的东西不美 审美的东西不真 所以其实你说的是武林中的武功 我说中国文人世界是什么 是武侠中的审美 其实侠更多的东西是什么 也就是金先生说 他写的是中侠而不中武 有些大侠终其一生 未杀一人 因为他要的是一种气性 他要的是一种天下 要的是他的一种宗旨 一种信仰 然后能够怎么样去 你说这个我倒想起来 最近讨论的这个话题 咱首先你比如说 从陈平原起来 千古文人侠科梦 里边讲鲁迅就说过 就说是中国人都好 武侠 但是过去 有嗜血 嗜血路侵略之事 就是说中国人喜欢可血 嗜血 喜欢看杀人 我那天看见照片 我真难想象到清朝的那些老百姓 那是些什么人 千刀万剐 我那天看的照片 就看着这个写乎乎一片 怎么一堆人就能喜欢看 你比如说 这才从另一角度 最近王硕 他也是说 他就说外国人喜欢中国 就喜欢武侠 但是照他看来 你这是什么人类价值观 动不动就杀人 为点个人恩怨 打得一塌糊涂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我刚才就讲 实战上面 今天的中国武术 我说这话可能给人打 但说是真的话 今天你是比不上 外国的各种拳法的 你比如说看这种世界擂台赛 自由搏击 就不限任何套路 泰拳 西洋拳 巴西柔术 柔道空手道 跆拳道 中国武术一起上 很少看到有中国人 赢世界冠军的 那天在这 我们请来一保镖 人家还说呢 说这中国武术 这个打都赢了 打外国 没有 你看K1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世界搏击冠军赛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武术 我觉得到了一个 要改革的时候 因为西方武术 他们那种强调那种体力化 刚刚我们说力跟进要分开 没错 这是对的 你对着一般人打 他的力 你可以去抵御他 但是如果一个很职业的 专业化的拳王那种 一拳打出来是400磅 你怎么去消解他呢 所以像泰拳 更是凶狠 泰拳的那种凶狠 所以今天中国武术 我觉得离开这个年代 已经几十年 这几十年来 我们的武术进入了体坛 进体坛呢 就不是讲搏击了 就是讲表演了 就跟你做体操差不多了 所以整个路术 已经离开实战那条路术了 所以其实我也觉得 就是我们谈武术 所有术的东西 永远都是小众的狭义的 它可以是一个习武团体的 也可以是进入体坛的 但是在大众心中的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一开始说到 金庸给的这个武侠 是一个江湖的话语体系 它是每一个人 就是你可以用自己的想象 去延伸很多 所以我是觉得武侠的精神 还活在每个人的心里 那你比如说人家的批评 说你这金庸写了一本又一本 都是在这个语言体系里 作为个文学家来说 你没有创新吗 一出又一出就全是这个 但是他写的不同 你看他写的整个的一个大千世界 他这些人物 你能说令狐冲和韦小宝是一样的人吗 你能说张无忌和郭靖是一样的人吗 每一个人他都是不同的 他不足了自己一个世界 那有什么关系 你看这个托尔金写魔戒 他就写魔戒 包括有人说 那怎么样呢 有人把这事当真了 就说是什么价值 什么价值也不能杀人 就是这是个应该是个最高的原则 但是这个武侠里边是动不动就要杀人的 其实我觉得你就看怎么叫做杀人 也就是说在武侠里面 他要说的那种江湖之道 有很多东西 他一个意象就是一个载体 你不能把它当成正史 那么样去论证 你要看他营造的那一个场 所以我是觉得 你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剑 对中国人来讲 剑不是一个杀人的戾气 而是一个意念的载体 为什么叫剑气长虹 就是为什么你说 说一个文人 像余光中说李白 说九路豪长 有三分是笑成了剑气 剩下的七分酿成了月光 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李白身上为什么有剑气 他是有种美感 你想想说那个是 好像是公子真吧 我忘了写的那个诗 气寒西北何人见 生满东南几处消 对啊 斗大明星烂不术什么的 其实是离不开他的一套哲学 所以他不是太实在的 对对对 为什么他讲究 比如说你讲内功 你讲究念气 这个东西 我不是说没有实在价值 而是他更多的是 跟哲学内含连在一起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就是现在我们没有缘分 能见到了 你像我看这本书 包括我的一些了解 当年的这个中国武术 对我就说当年是这样 这个是很有功夫的 你比如说各种 你知道吗 我现在才明白点 练这个劲和西方力学 所说的力 很不一样 一个人呢 你比如说要把这 人家说练这个内加拳 练脚底板 要像采钢丝一样 这个脚底板娇嫩的 像小姑娘的脸 就是说你对这个身体 是那么敏感 包括那个劲 有直劲 有横劲 有拐弯的劲 这一下打出去 包括你比如说他说 轻出重收 好比你比如说练功夫 我轻轻的出去 重收 你看练这个劲 砰一下 这个劲 我跟你讲 至少不比你说那西方那四百磅 四十磅的 那个低级 对 我不是说低级 我是说中国武术 在受到了武侠小说的影响 现代一般人心目中 再加上现代体育的这种东西的发展 武术被纳入体育活动 首先 第二加上这些武侠小说的影响 它整个东西就完全审美化的 是越来越哲学化的 现在喜欢很多人讲 讲哲理的 比如说剑气像你刚刚讲剑气 你在实际的作战之中 你讲剑气那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看了就武术变成 武术就跟那把剑一样 是个载体 它在承载的是那种所谓的气 而什么叫气呢 现在大家已经不注重 它在实战上的东西 他讲的是一种哲学上面的一种体悟 或者一种修念 一种修养 我是觉得就是中国呀 为什么武和侠是分开的 因为侠客 你比如说从司马迁史记里面写的游侠列传 写刺客列传 他写的所有的这些人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道义评判 在史记里面就曾经说过 说这些人他虽然行为不轨于正义 但是言必信行必果 他是把他作为这么一类人的 如果今天有这类人公安局就得抓他 对 是啊 他也说了 这个如以文乱法 侠以武犯禁 是有犯禁之说 但是呢 我要说就是侠客精神 在今天人的生活里边 它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你记得神雕侠旅里面写杨过吗 杨过看到风雨如悔 有一天这个心中突然一起意念 一人一雕 自己悬着木剑 披着壁缕 那就是一个袍子 然后就一个人足迹遍及中原江南 就这么去走去了 其实我觉得呀 侠客精神不一定与武艺相关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对对对 叫他现在杨过这算弱势群体 他得找残联去帮助他 是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给你引经据典了 你看当年说求然客 是这个残忍 你没注意到 他是以天下复兴者的心肝下酒的 李逵是拿仇人黄文饼的心肝 做醒酒汤的 然后呢 这个侠客自身不怕死 似乎也不以他人生命为义 很容易演变为另一种草菅人命 你像陈平原老师的这个书里 说一级文革十年浩劫 形形色色的革命打手 乃至那毒打 乃至虐杀同类的批斗会场 我不能不联想到这一点 我觉得你是典型的断章取业 你就是取了嗜血仇杀这一点 其实你没有抓中国武侠精神的传统 就是那种天下大道的担当 所以我觉得侠客的精神 其实在中国古典整个脉络里边 它一直是作为一个道德判断存在的 武功在里面不是最重要的 但这个侠很怪 你刚刚说的很好 就是一个生活方式 在金庸之前 虽然还猪楼主 他们都很红很畅销 但是从来没有像金庸这样子 是把武侠带到是主流社会 主流社会 这讲的是什么 就是侠作为一种人 这种人格的典型 就像你刚刚讲的杨过 他仗见江湖 他可以不受羁绊 四处巡游 为什么偏偏是这样的一种形态 在现代世界会那么流行 那么受欢迎 难道不是正式说出了 现代人就是做不到这个 其实我觉得还有 我跟你讲 是什么问题上下班 你比如说我做文涛拍案 有一阵 他们上赶着 还说呢 我是什么什么打抱不平 是吧 拔刀相助 我跟你说 有的时候是有这种情怀的 都是中国人 其实你做不了武侠了 刚才梁老师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金人之所以认同武侠 是因为武侠在任何一个时代 都属于被边缘化的一个群体 他们从来不是那种最主流的 真正主流的 那就变成御用的武林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你现在太主流了 这种武侠魂应该在我们心里 但是呢 在不同时代啊 得根据他不同时代的手段 去施展你的侠义 比如我为什么说 我说有些案子啊 我主张正义什么的啊 可是最后你发现 现代社会太复杂了 不是说你一听耳朵 哈家他受冤枉了 我帮他出头 你搞不清楚 你比如说 你可能这个时候施展你的侠义 你要通过打官司 通过法律的武器 比如说他是弱者 好 在美国就有这样的律师吗 我帮你打官司 这工厂造成污染了 我帮你打官司 我用法律的手段 所以他们讲究坏一恩权 坏一恩权 那就不坏了 你知道那多慢了 打了你就完了 你打打几年